連著三高一八號,請客我們就順便一週 在我這堂課我們要帶哪些東西呢? 正常應該是要有瑜伽墊 然後這邊寺院有提供墊子 所以如果想用寺院的墊子應該也可以 但我總覺得寺院的墊子好像太軟了 再來要有一個 這個瑜伽墊,叫做這個瑜伽墊 再來應該要有一個瑜伽磚 或者是瑜伽,或者是枕頭,或者是厚書本 等一下會講它的作用在哪裡 那最好現在我再戴一個薄的外套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靜坐會有能量,會有氣場的感覺 有時候會冷到 所以你如果有披著會比較要保護你一點 再戴一條看毛巾 那我個人本身目前是在七美醫院急診科當主治醫師 那除了一般的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腎臟病 這些慢性招呼應該都要看之外 我個人也是小了專科醫師 肥膀專科醫師,拯救專科醫師 還有中細整科專科醫師 所以,情理醫院就找到像我 西醫和中醫大概都設立很廣的醫師,並不多 那另外我也是嘉然藥醫大學的校醫和受課的講師 我們第一期開機場就是在嘉然藥醫大學 那為什麼會在大學這個地方教靜坐 這當然就是要有機緣嘛 他們也有一個講座教授 是中山大學退休下來的校長 所以校長來上第一堂課 大學校長來上台機場第一次的課程 他說他以前學靜坐 那學教靜坐的那個老師都偷工啊 然後他沒有說我是偷工啊 表示至少在他看來是 科學人的角度應該是過關的啦 那他為什麼會來上課呢 他就是手 他們那種行政的人都很拘謹 整整都繃緊 隨時都是在應戰狀態 所以他手部關節齁 舉不太起來 看過骨科、復健科都看過好 那以他們那樣的身份 大概幫忙看診的意識都不會太差 大概骨科、復健科大概都可以 都是名醫 但是治療的結果都不滿意 那他來我校醫門診 我校醫還要看小朋友的小展望 然後我大概 他來我大概每次只能誇幾分鐘 我先跟他針灸 那最後我稍微跟他調整一下 六次 他很高興說他全好了 但我看起來是沒有全好 只是他已經可以省起來了 所以是那個因緣讓太極產地之客 能夠在學校開場 那接受中醫和西醫的討論 我個人認為西醫的長處在外科級症和感染控制 比如疫苗的發明 抗生素的發明 公共衛生的發展 以前日本也沒有水痘 那些疫苗的發明 如果是沒有這些疫苗的發明 到現在很多傳染疾病都還是很可怕 那抗生素以前20大戰 沒有抗生素發明 很多受傷的 那傷口就爛掉了 就治不好 抗生素的發明 傷口可以很好的控制下來 那公共衛生水源的改善 也讓整個環境有了衛生有很大的改進 那另外我覺得西醫的長處在小朋友的治療 我當人家父母的時候才體會 真的是不容易 還沒當人家父母的時候 就開藥啊 你就吃藥啊 問題餵藥也是一個藝術啊 小孩子這樣 醫生都說 你就吃藥啊 問題是他就很難吃藥 就吃不下去啊 對不對 這裡有餵過小孩吃藥的請舉手一下 是不是這個問題 對吧 但我覺得西醫的發明 在點滴啦 沒有點滴和退燒賽季 以前沒有 太小聲了 各位很能忍耐 我已經講十幾分鐘了 那這個聲音把它關掉好了 也許就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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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退燒賽季的發明 我認為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很多小孩子發燒太高都會抽筋 都有看到小孩子發燒熱情能的請舉手 那大部分的是因為他腦部還沒成熟 然後滑掃弄他那個浴脂降低 所以就很容易抽筋 欸 退燒賽季發明 我覺得是很偉大 塞到屁股裡面很快就降溫了 那點滴不吃沒關係 我都點滴就打下去 我都吃藥 他整個的循環好一點 會改善 我覺得西醫的回答在這邊 那中醫有中醫的優點 經絡調整 症糾處置 還有養生保健 你高血壓糖要病 我覺得西醫如果一看高血壓糖要病 大概只有吃一輩子的藥 我們總覺得看病不是應該把我看好嗎 沒有 看病被西醫給你掏一個名字下去 一個診斷名字下去 那你就一輩子就吃那個藥了 所以我認為中醫有他的優點 比如冒枕你要去找中醫在西醫 找西醫大概可以找止痛藥 很多次止痛劑慢慢緩解 失眠、焦慮這些我覺得是 那個 針灸的 治療的一些疾病 那我的小孩 都是我的實驗對象 那個小孩氣喘 在咻咻咻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我自己學習藝 給他吃藥 他也沒辦法吃 有時候半夜已經睡著了 怎麼吃藥 很難啊 我就跟他針灸一下 慢慢就好了 所以 各位以後 機會如果被我治好了 看到我的小孩都會跟他定義 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實驗對象 真的 拉肚子也是一樣啊 拉肚子 我自己 真的我自己 和自我的小孩 只是針灸也不需要吃藥 也都很有效 所以我認為中醫的優點 以後是可以努力的 在預防醫學和上工智慧病 那即使西醫和中醫 那個都這麼進步了 醫療還是有它的極限 每一個人最後重要 面對最後的那個 一個課程 就面對死亡這樣 這個話題 那我在集長室看到很多的朋友 對於死亡 而守住無措 那 常常很多 的 的 朋友都會 遇到這種情況 都會 欸醫生拜託 然後不然就打電話說 拼看看 拼看看 我 我個人 因為看了很多情況 該拼的 我們當然就會拼 但是有時候 不該拼的我們沒辦法講 講了 因為 大部分的人都 都沒有那個概念 剛才遇到的情況 他唯一的 也只有 只有去救他 但是我們後來常看到很多 拼了命救火的 好像都變成植物了 然後就躺在 呼吸照顧中心 躺了半年 一年 他可能差很 可能有知覺 有可能沒知覺 就這樣 欸 我個人認為 這樣並不是一個很好的 離開生命的方式 以前沒有 不斷沒有 西醫這麼進步 像中指 他可能說 欸 把我的手 放好 衣服整理好 欸我要走了 欸 我們認得這樣就善終了 但是現在 醫學這麼進步 每一個人遇到緊急的時候 都送到醫院來 欸 所以這個話題 欸 我們就把 在第十堂 十勝的命對 我們會好好討論 我們這裡 我們會有 我們會 chaotic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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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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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